这个皇帝 为娘我 做得心安理得 从今以后 我大舟再无冤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也不能任他滥行后权 如此下去 那我大舟后宫岂不成了 成了他为所欲为之地了吗 陛下 李激大人累世三朝 先帝刺起为宗室之首 是不是请李激大人定夺一下 李大人 回陛下 臣以为皇后 虽为后宫之主 但陛下 乃为皇后之主 既然皇后 为陛下所立 若皇后有过 已应由陛下择之 为臣者 不便多言 朕现在就是想知道 儿等是如何想的 臣等所想的 就是让陛下如何不识大唐天子威仪 朕真不明白 朕都不怕你们怕什么 那依陛下之意 该如何处置皇后娘娘为好呢 既然连陛下都不知如何处置皇后娘娘为好 那臣等就更无良策了 所以依老臣之见 此事日后 由李激大人 择时提醒一下皇后娘娘 下不为例就是了 请陛下定夺 有你们这些顾命俯臣袒护 早晚一天他得惹出大祸来 要真有陛下说的那一天 再行处之也不迟吗 陛下 您说呢 连日大雨 水聚称唤 道路不通 说运断绝 故而外共不济 致使京师之内良价暴涨 殷师之家尚可为止 一般百姓劫难糊口 如此者再有几日 恐怕会应缺良而生变乱 望陛下早做决断 陛下 京师之内万万乱不得呀 致请陛下将之将进攻与林军集中调避 于京师之内昼夜寻查 建有暴乱之端债之中调避 我朝现行养民之策 民有饥寒朝廷不思给民以温饱 反而加之以雨林之兵 此举绝非上策 断不可行 陛下 老臣愿率军事出京 冒雨将粮事解运之京师 也解燃眉之计 李将军 出京解粮恐怕亦非上策 一来路途遥远 而京师已经告急 二来连日大雨道路不通 京师缺粮既由此而生 你出京解粮恐怕亦难诉之 三来粮醉怕云 一经尽然 既生没损了 海经 你有何粮策 臣体会圣意是以养字为先 而眼下可解惊师燃眉之极者 就是一个筷子 而最快者 唯有开放皇家粮仓 祭之于事 方可以最快之速平复粮价 给百姓以喘息之计 但此举 皇家粮仓 有告庆之险了 若有周县受灾 朝廷放阵击捕 不也是用皇家存粮 安抚天下吗 而皇仓之粮何来 乃是来自于生民共赴 今日 放阵寄民 正应了先帝 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之言 好爱心 朕准你所作 即刻开皇仓放粮 务必于日内将京师粮价回至灾前之状 若有上家趁此 囤积聚齐 哄抬粮价 一定严惩不待 臣遵旨 陛下 那娘面有喜色 喜从何来啊 臣妾闻陛下开皇仓记名 有感而发 刚刚写完几行文字 又做出何等美文呢 让朕看看 臣妾愿为陛下朗读 一约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亦折矣 孔子约 善人为邦百年 可以圣残去杀 我大唐祖宗积德 人风批于四表 应有冠于三代 圣上养民为先 臣辽爱民在后 弘扬先贤之美 光宣五帝之赐 如此皇冈地点 必获累世安平 你把朕捧到天上去了 不过你也说出了 朕的心里话 臣妾眼见陛下 将先帝之言 奉为治国之策 奉之有道 治之有道 臣妾愿陛下 长此以往 开一朝盛事 成一代民君 妹娘啊 朕每次到你这里来 都可得身心愉悦 你是朕的一宝啊 臣妾愿奉陛下一生一世 更愿陛下 不离不弃 朕要你做朕的皇后 伴朕终生 朕妾只要能跟陛下在一起 以足平生之愿 朕听出你的弦外之音了 你是怕 你是怕朕做不到 命数天定 臣妾不敢有些许妄想 这不是妄想 这是朕心中所想 愿苍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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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 你拿的何物啊 这是李义府交给老奴 呈给皇上的 老奴不敢先运 这个李义府又要弄什么玄虚 让他进来 陛下又出什么事了 你也看看 奏请策立武昭仪为皇后表 罪臣李义府 恭请陛下圣安 恭请昭仪娘娘一安 罪臣 你何罪之有啊 罪臣获罪于长孙大人 长孙大人已将罪臣贬出京城 令罪臣明日一早出京 但罪臣心语未言不睹不怪 故深夜闯公 望陛下与赵玉娘娘赦罪 你深夜禁表 定是有人为你出谋划策 此为何人呢 你也想像有些人那样 将朕视为不安事事的黄口小儿吗 罪臣不敢 这是许敬宗许大人被罪臣出的主意 你以为你给朕说几句好听的话 朕就留你在京了 陛下冤枉罪臣了 罪臣眼见朝堂之上 争动不休 一些老臣令陛下处处撤肘 罪臣心急如焚 但罪臣人微言轻 不敢于朝堂之上与众臣正风 只能借触遍离京之机 念圣济言 罪臣以为 策略之事 虽是陛下家事 但此事关乎朝堂设计 罪臣不求能否留经 但此事却不可不言 如何关乎朝堂设计 你说给朕听听 陛下继位已有十日 越来越聚明君之风 此事人结共睹 但陛下 越是前刚独断 越是令府臣担心 他们担心的不是设计之长远 而是自身未怒之长久 陛下有仪式独断 日后既有诸式阶段 那这些府臣越来越不显重 故而朝堂之上争斗频繁 越是这样 最臣越是觉得陛下 应从速整理朝纲 出演必行 最臣以为 赵玉娘娘策立之时 必是陛下独掌乾坤之日 朕赶你对朕一片忠心 先恕你无罪 望你日后 攻心示朕 继续为朕执掌经济 争取坐镇的朝堂公固 为臣 叩谢楼恩 来 快快快快快快快 我回来了 瞧你猴急的样 回头要是惊了架 连我都得跟你倒霉 皇后宫里的廖公公 把我悄悄带进去了 地方小人也看清楚了 东西小人也拿回来了 你也拿回来了 慢着 有谁看见了吗 除了柳公公 没别人看见 说得清楚吗 物证在这儿 人证小人也全按住了 都到这时候了 他们能把脑袋保住 就算念了佛了 没人敢跟咱们挺着 您先看看东西了 哎呀 这不是受人一禀吗 周一娘的命 可真好啊 您说什么 命好 让人皱成这样 命还好呢 你呀 想把这里边的学问那么清楚 还差得远的 到这儿看热闹吧 你呀 赵羽娘娘 皇上 皇上 赵羽娘娘 皇上 我知道了 皇上 皇上 臣妾公迎圣家 请陛下恕臣妾不公之罪 美娘 美娘何处此言 好端端的何罪之有啊 臣妾岸上有意会晤 臣妾怕陛下怪臣妾不公 臣妾不公 此为何物 这个小木头人身上写着臣妾的名字 陛下请看 臣妾已经是满目闯瘾了 何人所为 回皇上的话 是明崇岩从皇后娘娘宫里带出来 讲 启禀皇上 小人从皇后娘娘宫里的柳公公那儿得知 娘娘在宫里大行艳圣之术 柳公公怕有朝一日罪集自身 所以跟小人把实情全讲了 请皇上上断 陛下 只怕是陛下容得下臣妾 可何公之主却容不下臣妾 此时有一有二 则必会有三 一旦陛下忙于政务 便可无暇顾及到臣妾 臣妾恐怕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 先帝在世只是三令无神 进宫之内不得私行艳圣之术 这成何体统 简直是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皇上 这支咒符是个女神 不用说是送朝一娘娘来的 据后宫里的下人说 那里还有个男神咒符 什么 他难道连朕也一起咒吗 老奴不敢瞎猜 陛下 陛下自有千功终后 从前抵到老臣无不由口皆碑 但有人心怀叵测 将陛下的仁慈视为懦弱 把陛下的宽容当成交走 不然的话 怎么会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慰 是恭敬如无 或是圣言如妄语呢 你 长此以往 后宫将成为您身后的是非之地 真是让陛下蒙臣 让列祖蒙羞啊 别说了 他这是逼阵 他这是逼阵呢 来人 老奴在 马上带人去翻 把他那些见不得天日的勾当权翻出来 翻他个底儿着点 老奴遵旨 知 teu 好了 丁迪 老奴遵地 别人 老奴ots 老奴 曲 你们是怎么诅咒朕的 再诅一遍给朕看看 臣妾没有诅咒陛下 这是坚硬小人 无中生有 此为何物啊 错呀 臣妾确有诅咒知识 但绝不敢诅咒陛下 进宫之内 严禁艳圣之术 你身为后宫之主 还用朕跟你说吗 陛下 娘娘和臣妾心中怨愤 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请陛下恕罪 恕你们罪 你们是自取其辱 皇上 这是什么 我才不敢呢 这是什么 打开朕要看 陛下 这使不得呀 这不得呀 这 讲 这是什么 皇上 这是凭朕旧 单之即溃 隐之即亡 皇上 千万离她远点 哪儿来的 这是臣妾进宪的 要发就发臣妾 与娘娘无干 你们要震谁呀 臣妾 这是为自己准备的 一旦陛下 让臣妾死的时候 臣妾也好死得快些 你身为后宫之主 滥行验圣 私藏阵毒 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 死罪 臣妾已经活逆了 你满嘴胡言 你怎么还配做着一国之母 臣妾现在哪里还敢以一国之母自居 如今 臣妾已经触目天眼 此时别无他求 唯求一死 就请陛下成全了臣妾吧 臣妾 愿和娘娘 一起受罚 大胆 大胆 你们记出此言 朕就成全你们 回去 进阴而等一再袒护 以至于他今天变本加厉 无财也罢 无德也罢 无后也罢 朕念他乃先帝所赐都未以为然 但他不知道谨言慎行 既然无视先帝律令 滥行验圣之术 诅诈于朕 还于密室私藏镇毒 犯下这些重罪之人 居然是我大唐后宫之主 这等人诅我后宫 不是社稷之福 乃是社稷之毒 朕议已决 将他废为庶人 再择贤策利 不可不可呀 陛下 皇后有事事出有因 若说有罪也罪不当费 陛下 皇后确实律师不周 而且言行过激 但她绝无骤士之心 老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 万不可置皇后于绝地 舅父大人 朕自继位以来 对你的话 一直言听计从 你对先帝所定条例 肯定是烂熟于心 烂行验圣私藏镇毒 皆是杀无赦的重罪 可你方才却说 皇后即使有罪也罪不当费 这些话是何根何惧呀 陛下 要说根据 老臣是根据先帝的良苦用心 此话怎讲啊 当年陛下尚在楚二 先帝策立太子妃之时 曾以老臣说过 要想如今的太子妃 能有长孙皇后之德才 恐怕找遍天涯海角 也无从得命 为太子选妃只要本分二字 当今皇后虽无超人之才 也未曾给陛下成言帝脉 但其人是个本分之人 朝廷上下有目共睹 所以老臣以为 陛下欲择其过 天经地义 若因此废后 则万万不能 旧父大人 可他现在所为之事 还能叫做本分吗 陛下 微臣有一人 想问陛下 陛下执意废后 莫非是想立 五朝一为后吗 即使如此又永何不可呢 陛下 皇后行之有失 既因心中怨气 欲解所致 陛下之恩宠 从未降于皇后之身 难道反能患得皇后的 公顺之心不成吗 若陛下 但有些许恩宠 失于皇后 皇后绝不至于 有今日之所为 还望陛下 能体谅一下 皇后的悉苦之情 即使不能施宠于皇后 也不应施威于发气 百姓尚之 一日服气百人恩之礼 何况我大唐圣上 臣等 不愿陛下被天下人 说成是洗心厌旧的薄信之人呢 你 你怎么能如此说朕 臣等 是看着陛下长大的 话说的重一点 也全是为陛下着想 请陛下三思 你们 你们 你们还当这是三岁小二不招 长孙大人 楚大人 不必将话头扯得太远了 当今圣上 已是独立朝堂之君 为臣者 亦应为军义视察 为军令视听 切不可以俯臣之重 而将威严 强加于圣上 所以 因老臣之见 皇后费力 全凭圣财 我等 不必多言 微臣已为 李大人之言极是 臣复义 微臣复义 微臣以为 陛下 乃明察秋毫之君 知人善任之犯 陛下夺事 其事 必轻 陛下责人 其人 必善 臣当 无需多言 你二人 未得先帝重拓 当然可以对此事 视而不见 我与长孙大人不同 我二人 说话做事 先要对得起 先帝的托付之重 陛下 依老臣所见 此事不必于朝堂之上 如此争来争去 皇后年纪尚轻 所谓出律之举 恐怕因受其母柳氏 唆使而为 陛下可下诏 将其母逐出宫去 令皇后闭门思过 再向陛下呈上罪己书 作为我大唐一国之母 这样做已经让他颜面丢尽了 不知陛下 依为如何 救护大人 竟力欲将此事化之 到底是何意啊 陛下 若臣等言之无用 则可预令 臣等不言 全凭陛下 独断即可 臣等告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朕与废掉王室立你为后 可舅父等人极力阻止 令朕心中郁洁不爽啊 近日朝堂之上 一定很热闹吧 热闹 人人唇枪舌剑 各个口若玄和 朕虽广有天下 但在费力之事上 却不能如愿以偿 真让朕感到窝囊之急 其实这些官龙老臣担心的 并不是皇后还能不能坐下去 也不是媚娘会不会成为后宫之主 他们担心的是 一旦陛下连皇后费力 这样大的事 都能够做到出言必行 那他们那张密不透风的朝堂之网 很快就会一个节一个节地散开 并且从此以后再也记不上 所以皇后娘娘是他们最后一块挡箭牌 对 你说的是啊 想朕继位之初 对他们确实是言听计从 可现在 这张网将朕束缚得越来越紧 是解开这张网的时候了 陛下 抛开媚娘自身不言 这件事陛下是打算做到底吗 天子之言岂能出尔反尔 臣妾以为 事情既然已经昭示于朝堂 陛下就绝不可退缩 不管将废除的是王皇后还是李皇后 也不管将策略的是武昭仪还是赵昭仪 这件事都应一直做到底 陛下要做到底 那些顾命老臣也一定会争到底 陛下要做到底了 就意味着我大唐朝堂之上 又有了一位前刚独断之君 若老臣们争到底 而且胜了这个回合 那他们依然会把持朝政 陛下在他们眼里 就依然是为他们所左右的黄口小儿 你放心 朕绝不会如他们所愿 嫌我大唐天下 朕受制于先帝有失智于生民 肩负社稷之重 岂容他人左右 朕再朝一一次 若他们能明白 这是朕给他们的自救之机 日后仍可与朕再做君臣 若是他们不明白 那也是他们自觉于朕 总之我大唐朝堂 不能只是关隆老臣的天下 陛下若能如此决断 则臣妾信身 我大唐社稷信身 诸位大人 你等深夜到此必有要事 不妨与老夫职业 长孙大人 以下官所见 当下之事 我等若不力搏于朝堂 日后 恐再无力追之地了 我等是先帝所命辅证之臣 当今圣上是你我的学生 老夫又是圣上的亲舅父 我想圣上即使再过执拗乖章 也奈何不得我等 大人之言诧异 我等所求 并非一时荣露 乃是朝堂之上的问鼎之位 皇后费礼 是圣上与前纲督断之时 此事断不可行 必行见之 不然日后我等就只存傅臣之名 绝无辅证之时了 柳相遭处 其职被许敬宗所带 李义府又执掌兴基 李基大人蒙圣上再造之恩 定于圣上一心 我等与之相争 也就是势均力敌 若不想出一必胜之策 恐怕日后朝堂上风 竭被他人所占 那武昭仪不过是个前朝尼姑 圣上居然将他接回宫来 表立他为后 可见此人绝非等贤之辈 此人若得策利 圣上必对其言情计从 那我等与朝堂之上将轮至兴同虚设 后警尾时可步啊 韩大人直言甚是 长孙大人 如今朝堂之上 能够乾坤力转者 非大人莫属 大人只要出言 我等一定紧随 若是再做此意 下官愿做先行力箭之人 各位大人可紧随于下官 不给他人以插言之计 在朝堂之上造成剑子之朝 长孙大人在出面总括我等之意 迫使身上接纳我等之剑 此事尚有转机 我等若能胜此一剑 此生即可高枕无忧 若仍不能一改胜意 恐怕等着我等的 就是灭顶之灾呀 今日朝议只有一事 朕欲废王室 立武昭仪为后 儿童想必对此事 已深思熟虑了 此事 只朝议最后这一次 诸爱卿 是否有言于朕呢 陛下 臣等之意 昨日已向陛下明言 今日 陛下仍在朝堂之上 询问于臣下 臣下想 陛下欲行费力之心 已不可辩 但 臣即身为先帝 朔认质 顾命辅臣 有言 必告于陛下 则是臣之天之 若 陛下一定要唤以皇后 那么 天下归秀 出自明门 出自明门者 出自明门者 姿色才艺 巨掐者 得言功荣 出重者 皆数不胜数 为何 非武士不可 那武士 乃是先帝之才人 天下人 皆知 今陛下 却执意要将他 立为皇后 那 那陛下 何以面对 天下之人 当初要立武士 为昭义师 爱情 也是这番言语 先帝在世 是已将武士 赐予朕了 难道朕的话 都白说了 难道尔等 必须以 扫抚朕 朕义 为快吗 老臣 朕为陛下之意 深知 罪该 万死 但老臣 深受先帝 负重之托 不敢以取魅于陛下 而有负于先帝 只要 天下人知道老臣 未曾赴予先帝之重托 老臣 既死 而无憾 这是陛下 给老臣的忽本 现在 老臣就将大 还给陛下 除随良 你是辅政老臣 应处处体位振兴 为其他辽蜀座朝党楷模才是 这条老臣 怎敢如此大 大不敬 老臣之言 陛下若不采荡 老臣够活 一无一 这条老臣 臣就在此交给陛下吧 陛下若不采荡 陛下若不采荡 吴军的逆臣 给朕拉着约 慢 陛下 虽良乃受先帝 顾命之托 即使有罪 亦不可加刑 陛下可以不听 臣等之见 但不可不遵 先帝之命啊 来人 将主罪粮逐出朝堂 听口发论 是 皇上 万人 万人 陛下 楚大人 虽然言行 有过急之处 但乃是一片忠心啊 当今皇后 乃是陛下 做太子时 先帝亲自 为陛下选定的 虽无大财 但亦无大过 我大唐 泱泱里 一支帮 若出此等无辜 受处之事 则天下人 皆会莫终一事 往陛下 以涉及为重 千万不可 善行费力 微臣 父义 还哪人所言 皇后者 天下之母仪 崇善由之 崇恶意由之 母母虽仇 乃皇帝之所 妲己虽美 但请妇殷伤 顾骨金贤者 皆知 你再得 而不再色 臣美读书至死 常常眼眷心探 臣不愿古来 阴色亡国之事 出现于我大唐朝唐 望陛下三色而后行 切莫留 效命于后世之人 昔日无王不听吴子虚之言 故苏尽丧 今陛下不纳我等善见 则必导致海内失望 宗舍空虚 微臣恳请陛下 则责贤从善 而等奏事如出一辙 有如陈词滥调 而等还有什么新鲜说法 让朕听听啊 陛下 李大人 老臣在 依你之见 该当如何呀 陛下 老臣以为 皇后之御废御立 实乃陛下之家事 何必受他人摆布呢 陛下 臣赋议李大人之言 陛下富有四海 御废御立 与众轻和肝 为臣者 独必多言 此事不在意了 朕议已决 朕计你照 祝爱兴 依照行事 不必多言了 一场以皇后费力为中心的 君臣较量结束了 由于唐高宗理智的坚持 关聋众臣们苦心经营的 朝堂陈邦 遭到重创 而身处矛盾漩涡中心的 武昭仪 经过此番朝堂争斗 已经心肩意稳 逐渐成熟了 他即将 母仪天下 而身处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轻轻一段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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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